對話質素 不知道大家對於耳機的對話質素有沒有要求 平時你們聽耳機聽得耐 是否會有些不耐煩或不舒服的感覺 因為整體的音質和對話效果並不達到你的要求 所以Obscore因為這個原因 就去著手進行改善 令到大家可以在不同環境或不同的情況下 都可以做到更加高的音質和更加高的通訊效果 咱妹說得非常好 所以Obscore推出了兩款耳機 分別是RAC耳機和現在我們準備會介紹的AMP耳機 其實這兩款耳機本身已經在外面出現了一段時間 所以一早已經被人賣了 所以藉著這次機會可以拿到AMP耳機去介紹 在介紹之前記住大家要CLS我們的頻道 然後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有新影片就可以立即給大家看到了 介紹我是PTS的特約報道員Samantha 我是喜歡吃菠蘿油的阿肥 還有我的新拍檔阿Tom Yeah 歡迎歡迎歡迎 不如說一下AMP耳機和RAC耳機有什麼分別 其實AMP耳機和RAC耳機的最大分別是什麼呢 只是配戴 AMP有兩個配件可以給大家選擇 分別是頭盔式的配件和頭盔式的配件 而RAC只有一款的選擇 以及AMP主要的功能都比較多 第一就是分別是世界級的3D主動式控操的功能 除了可以將比較大聲的噪音 它隔閘住了I 亦都可以令到用家在因應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聽到周圍的聲音 是360度的聲音 沒錯 不會再只有左右的兩種聲音 還有它有一個擴大聲音的功能 可以將原本的環境聲音擴大 有一個叫做順風耳的功能 對啦 還有有人說壞話的話 你都可以聽得出 是不是的 那就等下我們要試一試才知道 好吧 最特別的是這款耳機 是不需要用到電池 只要你好像平時用耳塞塞錄的耳朵 之後再戴上這個APM AMP 之後再戴上這個AMP耳機 它就可以自動Lingage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運作 沒錯 其實它戴上耳塞後 很多朋友都會擔心會否收得不太好 或者聽得不太清楚 其實它加了耳塞後 裡面都可以聽到做3D的環媒聲的效果 所以都不會擔心加了耳塞 令到音效變差了 但是降噪能力就可以增加三成 沒錯 AMP耳機都有分兩個版本 一個是可以配NFMI的耳機功能 另一個就是標準沒有NFMI的耳機功能 但是我們建議如果你要入手 都可以入手這個可配NFMI功能的耳機 沒錯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 因為它沒得後加 沒錯 真是厲害了 所以買者一定要先買了可配色 對了 如果你打算日後都會加的話 可以先選擇MFMI這個功能 之後再配上那顆配件就OK了 我們說完聽的功能之後 是時候要說一下我們用一個對話上的功能 其實AMP耳機有一個比較另外的特色 就是它有可拆式的抗塑三麥克風 其實這個可拆式的抗塑三麥克風 最重要的就是它是真是可拆的 而且壞了你都可以拆出來直接換那支新的 沒錯 還有其實你左邊 有時候有些人用右手左手 自己喜歡擺哪邊就擺哪邊 那就不會阻礙你去瞄準了 而且它有一個功能 就是電力的保護裝置 這個保護裝置其實是為了 用家在一個正常的電量的情況之下 可以維持到溝通的情況 所以其實如果你發覺 兩個小時之後 你看到它關掉了 你都不用擔心 只不過是因為它這個功能 而引生的後果 其實官方都說如果你滿電使用 正常可以用到120個小時 如果開了NFMI功能 就可以用到80個小時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大家都會擔心 下雨的時候可不可以用到 放心這個也是可以的 這個是防水的 它本身也是防水的 而它的認證就是有IPHC7的認證 很厲害 其實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它除了我們現在手上的沙色之外 它還有黑色、綠色和灰色給大家選擇 但如果你覺得單色太過單調的話 不要緊 我們都還有一些MultiCam顏色的貼紙 可以給大家購買 讓你的耳機更加有特色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上我們PTS Steel Shop的官網選購 如果有什麼問題 記得問我們阿肥店長 我們就盡快回答你的問題 記得CRS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